新加坡航空SQ321客机上月20号遭遇严重气流 造成一死多伤的惨剧 新航今天早上9点左右 在脸书贴文宣布赔偿每一名商者至少1万美元 大约47000多令吉的赔偿金 同时无论有没有受伤 乘客都可以获得全额退款 对于那些伤势较为严重的乘客 新航表示他们可以在身体状况良好后 根据各自的情况和航空公司商讨赔偿方案 至于经医学评估严重受伤 需要长期医疗护理 要求经济援助的乘客 也可获得25000美元的预付款 以解决他们的紧急需求 所有乘客也都能够按照欧盟或英国的条例 获得延误赔偿 在此之前 新航也按照受伤乘客的要求 安排家属前往泰国曼谷 还支付每一名离开曼谷的乘客1000新元 大约3500令吉的应急款项 请不吝点赞 转发明 请不吝点赞 转发明